全世界的媒體 都是在監督執政黨 台灣的新聞是在監督在野黨 我們的新聞為什麼一敗塗地 我們新聞真的一敗塗地 假新聞衝刺你知道嗎 台灣的執政黨是民主進步黨 那這個黨當然是台灣最大的笑話 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笑話 我先講台灣的媒體 全世界的媒體 都是在監督執政黨 我們新聞稱作第四前 台灣的新聞是在監督在野黨 每天在監督國民黨 台灣民眾黨 柯文哲的台灣民眾黨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90%以上都被收買 他用很多廣告給你 譬如說台灣 你知道台灣只有一家電廠 就叫台灣電力公司 台灣電力公司常常在投廣告給各個媒體 台灣電力公司有必要投廣告嗎 你要用電一定要用我 100%用我 我根本不理你 我不要做廣告 浪費廣告錢 他為什麼要做 因為他給錢啊 各位 台灣最大的企業叫做中國石油公司 台灣最大的企業 那台灣只有兩家石油公司 我講那種大的 一家就是王永靖的台售 那規模跟中國石油公司不能比啊 不到他的十分之一二十分之一 所以台灣人加油多數都到中國石油公司家 那這兩家他們有煉油廠 他們從海外買鹽油來煉製 那大家知道中國石油公司的煉油廠很大 他親油類結廠 叫做一清二清三清四清五清 那台售只有一個六清 各位你都知道規模是不一樣的 但我講這個當然 就是一個在台灣大家都知道的情況 中油也是到處在登廣告 中油你不必登廣告大家都去你那邊加油啊 所以他們中油台電都是壟斷的市場 拚命要去登廣告 因為他要把這些錢給相關的那些單位